欢迎收看本期守护车 我是嘉良 说起长城汽车旗下的魏牌品牌 最近热度是真不小 无论是魏80的共创计划 还是万众瞩目的MPV车型 想必大家都一定非常期待其最终的设计成果 往今节目中我们也有对魏牌的MPV做过手绘的畅想 而前不久 魏牌MPV的伪装车真面容与大家正式见面了 先看两张伪装车图片 除了尺寸比较大以外 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直扑制的中网上 如果不告诉我这台魏牌的车型 我真的还以为这是红旗又出了新车 那么真面貌究竟是什么样 通过手绘一起揭晓 首先我们需要先把前隔山画出来 现如今很多MPV车型为了体现设计上的大气感 都会采用各式的直扑造型度个中网 但为了避免其相似性 魏牌MPV隔断采用了悬浮造型 并没有设计在基盖的下方 搭配中间立体车标 让前中网起伏更具节奏绿绿 至于这个位于中轴线的车标 应该肯定不是红色 灵感或许还来源于保定府席杆吧 中网几乎占据了车头绝大多数的面积 两侧衔接LED矩阵大灯 灯组设计仿佛从隔山延伸而出 线条优雅 微灯组下方则是很有浮雕效果的 一字版转折设计 强化车头层次 同时激光雷达版车型 有望在这块深度空间加装激光雷达 车人侧面设计师为了避免尺寸过度高大 显得造型呆板 从大灯灯角起比至车尾较低位置 做了一条贯穿侧身的腰线 同时从尾灯向车头方向做了一根水平下窗沿线 多组线条的穿插 让侧面显得更具设计感 车辆驾驶辅助方面 可以发现该车型具备双毫米波雷达 以及视觉摄像头 同时也可增配位于一字版两侧的 N位置高阶辅着驾驶的硬件配置 到这就是这款未排MPV的前部设计揭秘 换个角度让我们来看车尾 尾灯车信息并没有太多关键的透露 不过可以从尾灯轮廓 进而推测出尾灯的造型 尾灯的整体设计与车尾转折相互贴合 形成更加自然的灯角转折 而这样的曲线转折设计 也与大灯的尾灯造型相互呼应 观察室的尾灯组一定少不了 同时有一处细节 在尾翼上方做了一条很宽的高位刹车灯 相当的醒目 除此之外 尾门的造型比值 开口很低 可以便于行李的搬系 同时采用隐藏式排气设计 而到这 基本上就是这台未排MPV的车尾设计 而说到内饰 目前未排品牌 内饰呈现出两款风格 其就是以咖啡系列主打的 这类科技豪华风 多屏的中控台布局 载屏仪表搭配15.6纯的中控大屏 下方还有空调触控面板的设计方案 而另一种风格 则是在即将亮相的V80车型上使用的 采用了三菱屏设计 将副驾驶享受配置拉满 三连屏的方案就显得略有多余 所以为了体现豪华科技质感 还有望继续使用现有的内饰风格 而尊贵的第二排 像独立式的多功能按摩座椅 车载电视 甚至冰箱也应该都有具备 毕竟未排的这款MPV主打的就是商务豪华 动力方面将继续搭载 未排系列引以为傲的DHT P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动力系统 具备纯电形式 以及混动多种驱动形式 提供单电机或双电机四驱布局 那么通过本期节目的抢先预测 大家也可以先预测一波 这款车的大致售价 在你们心目中这款车价值如何 本期的未排MPV车型 暂且先预测到这里 对于这款未排的MPV 我们还会持续报道 以至于最后抢先试驾截图 这就是本期嘉良手绘说车的全部内容 大家还有看什么新车手绘 留言告诉我 我是嘉良 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